来吧 今天我们来看真正的豪华MPV Toyota Grand Ace 而且不是汽油版哦 是Fuel Cell Concept 先说一件事 什么是Fuel Cell 轻能源车我们叫做 所以说 今天它的动力来源 不是汽油 不是柴油 不是电动 不是充电 而是 轻能源 所以它的那个 驻油孔 不是装汽油 是装轻能源上去 这个东西我知道很多人会想会说 哎呀 东西不实际了这个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Hydrogen 然后没有 就是就是各方面来说行不同啊 但是其实 你只要突破一件事 就是infrastructure 你只要有这个Hydrogen station的话 这个东西绝对是可行的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它的理念 它的理念 就跟 汽油一样 你就是进去 就是 打油 10分钟 然后打满 据说Mirai 日本在卖的那辆 Mirai 可以走800公里 这辆车 的油缸 是5公斤重 所以它走个 800公里 肯定 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 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问说 Fuel Sale怎么运作 你是把清气灌进去了 在里面的引擎拿来烧 然后 来驱动吗 错 Fuel Sale的原理完全不是燃烧 它跟电动车一样 是 Zero Emission 是完全没有燃烧的 怎么做呢 很简单 它把清气 去跟氧气做结合 产生电能 然后拿电能 冲进它的小锂电池 然后同时电能 也可以直接拿来驱动 就直接 变成这辆车 是 Fuel Sale Battery 来做驱动的车款 然后它产生出来的是什么 就是水 氢跟氧结合 就是水呀 这东西 是真正环保的 所以全球要突破了 就是Hydrogen Station而已 你只要有地方 可以有 开始这套生态系统 轻能源 绝对可以玩 我跟你说 Toyota的 Grand Ace 我相信马来西亚路上 应该有人看到一些啦 首先第一点 它真的很大 第二点 它真的很 第三点 我不要去看什么 它的车尾真的很丑 那我们要去看的是什么 我们要看它的车后座 为什么我说 这辆车是 真正的豪华 MPV Let's go 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目前啦 马来西亚的数据啦 虽然 虽然目前看起来很悲观 为什么 因为2023年 我们的Hydrogen Station 就只有一家 而且是在东马 不近 然后呢 这家其实它也不是真正的Hydrogen Station 它是 Multi charging Station 就是它有汽油 有柴油 有电动 Charging 同时 有提供Hydrogen的Charging 那 据说 政府做了一个 Session 就是给 汽车公司进来 呃 马来西亚的油公司 像Petronas 他们进来 会在2025年之前 2025年第1季度 在Putra Jaya 盖一座 Hydrogen Station 为什么 因为 目前听说是 UMW Toyota 送了4还是5辆 给政府 当作观车使用 所以那个 Hydrogen Station 就是给他们用的 那至于这个呢 到时候会不会多几辆Mirai 在Putra Jaya行驶 我们倒是在看 然后 政府的目标哦 不是Toyota的目标哦 政府的目标哦 是2030年的时候 全国 会有100个Hydrogen Station 来坐上车子 这个很明显这两张座椅 就是上一代Alpha Velfire的 Captain Seed Executive Lounge 这个很熟悉了嘛 就是你在每一辆Alpha Velfire 都可以看到这样的配置嘛 是不是 但是今天我要跟你说一个更离谱的是什么 我们就看第三排 他的第三排也是Executive Lounge 你看过三排座椅都Executive Lounge的嘛 就是 里面车里面后座两排啦 都是Captain Seed的哦 所以跟你讲 这辆车当你看到外观你觉得 长得不怎么样的时候 它的里面的坐乘客 爽得很呢 哇 我觉得可能也是concept 就是conceptCar的关系啦 所以他要把这辆车的豪华 做到一个极致 你看我现在坐着 我小腿还可以抬起来 啊 太爽了 太爽了 这辆车 真的很像 飞机机场呢 他有读书灯 有照明灯 然后 有化妆镜子 有空调出风口 有小挂钩 有制杯架 有制杯架 他就差一个小桌子给我而已哦 你知道吗 哇塞 将真的Alpha Bellfire 都有稍微逊色调一点 因为 我们都说第三排 是稍微 减分一点的地方嘛 就普通嘛 可是今天这辆 你看他的第三排 太离谱了 太离谱了 这么有一种 架楼里的感觉 好高哦 还要爬楼梯上来的 然后他的内装 首先第一点就是 你看到这个东西吗 这个东西 如果我没有猜错 因为他这辆是一个concept 所以他不是一个production unit 他是一个 还是在 处在pilot test 开发阶段的车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他的 那个 Hydrogen的 储藏 至于内装其他地方的应该就是跟 就是 一般的 Grant S差不多啦 有一些木纹啊 软材质 皮革这样的搭配 然后 驾驶盘 就是那种很 大房车的 木纹跟 珊瑚式设计 整体的界面都是非常 MPV的设计风格啦 收纳格啊 大大的冷气出风口啊 然后 不错 至少他有一个 接近 Lexus的全数位驾驶仪表 然后小小的中控萤幕等等 这些就 中规中矩啦 但是 今天这辆车 Toyota给我们看到什么东西 就是 他针对 Fuel Sale 这个轻能源的车型 他不断的去做开发 不断的去做测试 让越来越多的车型可以投入到 这个能源领域来 因为 你要知道哈其实电动车在日本的市场也是 一般而已 所以与其 往电动车去 反而Toyota的方向 是转 把更多的车型 往Hydrogen 轻能源去开发 未来或许有一天 车型越来越多 Station越来越多 这个生态就 就 就完成了啊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啦 我不要乐观啦 那你的看法又如何呢 欢迎留言给我们知道 也不妨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Bye